传统的植牙手术通常会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将人工牙灯植入骨头内 然后盖上一个平平的螺丝 再将伤口关起来 那等到三到六个月骨整合了之后 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你又回到诊所 然后将你的黏膜打开 然后将这个螺丝拿掉 然后放上运河帽 运河帽的目的是要让你的牙龈长好 那可能又再等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你又回到诊所一次 然后将这个运河帽拿掉 然后印膜做出上面的假牙 可能再等了两个礼拜的假牙制作时间 你再回诊所把假牙装上去 那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长 所以现在很多 接引起的情况下 会将两个阶段合成一个阶段 也就是植入人工植体 当天就直接放上运河帽了 让硬组织的骨整合 和软组织的牙龈长好 是同一个阶段完成 那甚至有些在前牙的地方呢 它当天就会给你装上一个临时假牙 让你好看 好看 好看 好看